买了一个浪白袋 阿姨打我 阿姨骂我 我去告我妈 我妈不在家 我去告我爸 我爸去告家 小朋友们 你们都去玩去吧 好 喂 好啊 好 喂 好 喂 你这么快 我要送你爸 走 晚上再玩 报告园长 外面金生水又来了 还说想见你 他怎么又来了 他不说 可是死我也不肯走 要是园长不想见他 那我现在就哄他走 不用 我去看看 怎么老是这种鬼啊 怎么怎么老是 怎么怎么老是 小雪 小雪 过来过来 我说 叔叔 薇琪的事你做好了吗 你先别说话 听我说 拿 这个药你拿着 一会儿呢 你就把它全部喝下去 你就会进入 深度的昏迷状态 到时候叔叔 就想办法把你救出来 靳叔叔 你不给腾村做毒薇琪 我是不会喝的 哎呀 你就放心吧 薇琪的事情我已经做好了 而且我已经送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腾村早晚会死的 目前是要把你先救出去 救出来之后 咱们再慢慢善良 好吗 精神水呢 已经走了 好 这些药要全部喝掉吗 对 叔叔已经算好了几两 你就全部喝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会关你多久 不会太长时间的 你就放心吧 快回去吧 我喝点 阿姨 阿姨 阿姨啊一 你看见白雪了吗 我刚还看她在呢 白雪上厕所了 走了 行了 晚事俱备了 你为什么还是背着我这么做了 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大龙已经死了 所以原来的计划必须要改变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吗 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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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院长 请务必仔细检查 白雪到底是怎么了 呼吸没有 心跳也没有 怎么会这样 这个很难说呀 恐怕只有到解剖以后才能知道 现在存荣医院被毁了 现在存荣医院被毁了 镇子里头也没有这样的条件 最近 跟他接触最多的人就是金身水 请把金身水给我酱油给我酱油 好的 金身水到底想干什么 我有一种持续 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 就是 小心 承开 人家有关系 看 我 你 他都要 就不是 我 小雪是怎么死的 我们还希望金先生告诉我们呢 希望金先生不要耍花招 局长您说这样的话我就听不懂了 我怎么了 小雪是我故人之女 我关心她一下 怎么就变成耍花招了呀 够了 既然深水君没有什么办法 那看来也只能这样 我要把她带回去安葬 不行 小雪应该由幼儿园负责安葬 深水君放心交给我就好了 我要坚持自己的要求呢 我们也会坚持 你们 好 如果我要是到外面 把在这儿发生的事情都说出来 我不知道桃花招 桃花招所有的居民会怎么想这件事情 你这是在威胁吗 这不是在威胁 这是事实 舅舅 深水君说得有道理 好吧 请便 请此阁下 这 我已经知道她的计划 什么计划 假死 我倒要看看 金深水 要把白雪带给谁 你怎么了 江叔叔 谢谢你 放我下来 干什么白雪 听我话 别闹 把你去闭上 你干什么 我闪了我闪了 干什么 干什么 静子姐姐 我有话说 我想挑战 腾腾叔叔为奇 腾腾叔叔身为帝国的武士 敢不敢应战呢 真是凄凄 看金深水的样子 她也是措手不挤 你 她也是措手不挤 腾村阁下 您为什么要答应白雪的要求 我是帝国的武士 在那个场合 我无法不会答应他们 况且 我根本就不相信一个小孩子 他能够战胜我 如果这一切 是金深水的设计 那她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 只是为了让白雪赢吗 这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赢 精子夺虑了吧 或许 他们只是想跟阁下下一次棋 来人 到腾村阁下的办公室 把阁下的围棋拿来 从这一刻开始 要好好保护住你 记住了吗 静子小姐 你的意思是 别忘了 金深水她是个医生 医生能救人 也能杀人 不许多了 这场比赛 也要进行下去 不仅要进行 还要大张旗鼓地进行 好啊 这也是 展示我们帝国文化实力的机会 我真是想不明白 小雪她怎么会这样的 恐怕这就是小雪的计划 连我都被算计进去了 她一直在我面前说 希望看见腾村死在她的面前 可真没想到 这就是仇恨 可怜小雪还只是个孩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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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看看 干嘛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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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孩儿 就走先手了 好啊 李莹如此 不过 是 既然 在你们中国的土地上 我们就 尊重中国的传统 白旗先行 千万 我可以让你三个字 好啊 这盘棋 是白雪直白先行 腾村阁下让了三子 怎么办 白雪在用白子 白雪在用白子 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 是不是日本人发现什么了 这 是 是 好急 是 还是 是 是 一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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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雪崩 什么是大雪崩 你看 这就是大雪崩的定式 是咱们中国人吴清源 发明的定式 这个定式是怎么下的 那变化可不太多了 为其 讲究的就是牵制与反牵制 包围与反包围 你看似我要杀你这里的脚 可实际上我最终的目的 是要吃掉你这里的齐筋 来 小雪 我演示给你看 找来 你 是 。 看您骆子颇有账法 想必你看出这里的定势了吧 这么下 你这个角可就没了 骆子不能反悔呀 想必你的父亲也教过你吧 小雪 都看明白了 这些都属于大雪崩的变化 真可以说是千变万话 在日本多年 我也见很多日本人下手了 是日本人只会按照定时项 他们又岂能领悟我们中国文化的情绪 这是谁要赢了 看样子似乎是黑棋战药师 是黑棋战药师 他还有三口气 我却只有两口 怎么会这样 定是 不是这样的人 看着局势 白棋好像在脚上占忧啊 不过我以为帝国棋手 一定会有后续手段 是白雪要赢了吗 不过是个脚罢了 我听人说过 要全面的看围棋 就和大仗是一样的 是 谁叫你这么瞎的 白大仪 是不是出事了 可能是白血吧 吴院长 静子小姐请你去一趟 金大夫 静子小姐也请你去一趟 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可能是滕村阁下生病 这人呢 这人呢 静子小姐 静子小姐 滕村阁下滩 我怎么了 他死了 怎么回 很明显 是中毒死亡 是我做的 我终于给爸爸报仇了 我本主要是来自身的 我以为第一次的 我本身是为了 我本身是为了 是中毒死亡 是中毒死亡 你很忠采 是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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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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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怎么做 我自己要做的 你一个小孩 哪里刚来的毒药 我不会告诉你们这些魔鬼的 庆子姐姐怎么会是魔鬼呢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我就可以带你离开这儿了 想都不要想 白雪 你可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子女 虽然我在日本出生 可是我的父亲是中国人 所以我也是中国人 原来是这样 说 谁给你的毒药 是不是金身水 我知道你想问我证据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这半期你是怎么下的 我告诉你 小雪这孩子已经长大了 可是都怪我 我还只是每周就去这么看看他 从来没有跟他深聊过 我忽视了他的感受 更忽视了他小小身躯里边 那个巨大的隐藏的能量 这是一次诡异而又巧妙的暗杀行动 你们好好想想 有两件事情 小雪是牢牢记在心里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腾村在下棋的时候 喜欢摸自己的嘴唇 第二件事情 就是腾村这个人 向来就是自以为是 其实这是两个天才之间的较量 可是最终呢 狂妄自大的那个 还是败给了沉默部 可是我有一点都不明白 白雪下毒被腾村识破 可是白雪在哪里 咱们剛剛说了 你才能找到 现在也在后面 这么说 我们要把败来在 Kevin 你一会儿 可能就好 就像他人 那天 你 咱们 这下号实在是太狠毒了 那既然是慢性毒药 那腾村怎么发作得这么快 一种能够致命的毒药 下在了白雪的身上 确切地说 是下在她的指甲里 说实话 到现在我都不能相信 像腾村这么一个 谨慎多疑的人 就这么被干掉了 还是被毒死的 怎么说 这也是她自己的研究领域 你忘了 这也是白大姨的研究领域 不过我倒是觉得 腾村和白雪 就像是同一个人的 阴面和阳面 命中注定他们俩是相克的 但是有相同的默契 这局棋 终究还是中国人棋高一筹 白雪这孩子 真是让人放心不下 是啊 白大姨和小雪 已经遭到了迫害 就不知道 白大姨的妻子在日本 还会有什么样的麻烦 好了 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了 蜜药黑耗 说到底 这是个毒药啊 看不见的毒药 不是立竿借瘾 服毒后要几十个小时 才能反映出来 这是搞阴谋暗杀的好办事吗 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黑暗天使 那 那什么是黄昊 黄色 中国人自古以来最信奉的美色 他们称自己的颜黄子孙 黄河是他们的母亲河 黄土高坡是他们的积粮 黄袍家身是他们的荣药 顾名思义 秘药黄昊 就是专门为中国人准备的药 换种说法 它是一种鸦片 心形鸦片 心在哪里呢 它不会损伤身体 只会破坏人的脑细胞 伤害脑组织 原来 这才是你和滕尊下的一番打击 我早就如过 中国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是的 我不喜欢中国人 但是我喜欢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 北有大粮仓 南有铸土 东有鱼米之乡 西有丛山峻域 如果真的把人都改进杀局 留着这片土地有什么用 没有用 那么留着中国人 如果有一天他们起来造反 我们又该怎么办 所以 我们要改造它 通过密钥黄好 彻头彻回它 把他们改造成另外一个人种 愚钝 弱智 勤劳 忠诚 永远忠诚于我们的 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 今天叫你们几位 我是想请你们喝杯茶 金子 我来泡吧 不用 已经泡好了 就在那 区长 您负责到 按我的要求到 您眼前的这四个杯子 有一杯 请您倒满杯 其余的 依次按这个满杯 减少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这一支杯子倒满杯 其余的 分别是这支杯子的 四分之三 之二 之一 很好 很好 倒得很清楚 这支满杯的 就我来吧 我来喝 四分之三这杯 是区长您的 其余两杯 你们随便挑 我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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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让你们随便 你们还真不随便 你们把它当作奖赏 论资排位 各取其分 秦处长 你拿的是最少的一杯 是吗 我随便拿了一杯 这是什么茶 啊 还真香 是 镜子小姐请我们喝 对 我请的 你们现在肯定在想 这个颜色 会是茶吗 是茶还是酒呢 或者是别的什么 我当然知道 你们喝完了以后 也会知道 那就全当它是茶吧 我们以茶代酒 共饮一杯 庆祝这个日子的开始 好香啊 秦处长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好茶 你们为什么不能想象 它是毒药 对 这就是密药黄浩 现在毒 正在我们的身体里蔓延 有酒 行了 别渴了 我也一样喝吧 难道 你们的命比我的更值钱吗 不要贪毒辨色 一点常识跟风度都有 说起毒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都是由毒组成的 所有的药力也都由毒 这点量 就算是披霜也毒不死人 更何况 我也好 密药黄昊还没有研制成功 我还不想死 黄昊就在你们的眼前 这是我跟腾村多年的心血 现在刚刚只是个开始 多知一分是杀人之毒 少知一分是救人之药 关键是炼 一次的数量 时间的总量 就我刚才喝的这一杯 如果喝上一年 任何一个人 都会变成一个十足的傻瓜 这不是我想要的 像秦师光你喝的这个量 就算是喝上一辈子 对治理也不会有影响 因为每个人 都有排毒的功能 这点微量 任何人都排泄得了 更何况 你全都排到手帕里去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很不妨的事 算了 这都不是我想要的 那么我想要的是什么 您想要的就是看起来不吃不傻 但实际上智力低下感情愚钝 这 one 卢院长 你可以走了 不用担心 但也不要把这里的事 告诉别人 明白 秦时光 你如果刚才再大声一点 就是满分 是 这一步执行命令 你这是第一次 执行命令 把你的枪给杠给你 书与保养 你每天都在操心什么 我每天都在忙着巡逻啊 我抓坏人 抓够的 我严格执行反共产国际协定 你还知道协定 将军你饶命 我一时可都是忠心耿耿的 日本人不会伤害你 但是如果你有毒 那是要消毒的 此话怎么说起啊 你们 你 你们是要调查我吗 我是被冤了的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人又在背后做我会话 是不是 你跟白雪 是什么关系 跟白雪 我跟他什么关系 我们俩没关系 当年李世武的死 有诸多疑敌人 你是怎么嫁祸给他的 他都是咎由自取呀 开个玩笑 别当真 这都是服毒后的副作用 下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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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 秦时光 中国人不值得信任 秦时光无法解释自己的事情 特别是李世五事件 好了 不必再为秦时光这种小角色伤神了 我的祖上 曾经因为反对德川幕府 而战斗失败 被贬 家道中卢 索性后来 在协助天皇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找回荣誉 我们的家族 和山本五十六司令长官的家族 有很多共同点 可惜司令长官为国捐躯 现在 海军正在走下坡路 面对着十分艰难的局势 陆军的日子也不好过 帝国 需要骑兵 向纳粹傲似为心 效率太低了 我们扭转战局的时机到了 明天 明天 1644部队部队长 左腾郡二会从南京派出一支秘密分浅队 支援我们的取脑计划 密钥黄浩 还有加强吧 太好了 我们在周震的实验基地已经完成 儿童马鲁泰 全部转移到那儿去 您知道 这些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吗 绝大多数是英烈的后台 您太好骗了 我们手中的这些孩子 绝大多数 都是童年童月童日生 一九三七年 十二月十三号 这些孩子 都是在帝国 成功攻占南京的伟大枪炮声中 孤孤坠地的 我还记得 腾村将军 从活着的孕妇体中 取出婴儿的样子 手法专业 优雅 如果说 外科手术 是一首美妙的钢琴曲 那么腾村 就是最优秀的演奏家 六年来 这些孩子 一直以帝国英烈后代的名义 过着养尊处优的幸福生活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虽然他们是孩子 可是他们是帝国养育的兵 是以最高待遇养育的兵 现在 该是用他们的时候 我这次来是来传达组织上的两个情报 第一 驻南京防疫集水部队将派一个分遣队来周振 这次的行动不小 有一个中队的兵力 第二 组织上要求在适当的时候 让我们拿下长期 摸清小鬼子的新计划 破坏他们的行动 好 坚决执行组织的命令 对了 我刚才看见 有一辆大货车开进了幼儿园 但是 没看见他们卸货 好像是要拉什么东西走 他们要带走孩子 天哪 鬼子现在真是丧心病狂了 居然要对孩子下手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消息救出来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 就这么被他们害死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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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以為 你只是折磨的龍無水 十一英雄 體力前方劍如風 背劍如風 阿北 哦 東風 潰退 前路的身 應深 應時 誰無言將傷 暗恨 獨自去 預備 清紅下燈 我聽你去追 聽你去追 你揮身前 笑 陽光好美 刀風 潰退 前路的身 應深 應時 誰無言將傷 暗恨 獨自去 預備 清紅下燈 我憑你去 追 憑你去 月墜 你揮身前 笑 陽光好美